相對來計2.100 落後 市場 之前說Apple 又說限制人們買機 在網上 現在說出來 已經撤銷了 只是維持一個星期 即限購令只是一個星期 現在唯一是 美國昨天新增1萬宗 這件事是未真正的憂慮 究竟什麼時候Apple那些東西 那些店可以開回 當然它在網上那些東西沒有什麼影響 你可以當它算是 都是那樣東西 如果它能開回的話 或者美國稍為減緩疫情的話 它就不會是三至頭的了 它一定是會四至頭的了 單在就是說你現在會不會預先去買 只是這樣解釋而已 如果你覺得不是 我四至頭才買好像穩定一點 可以 譬如我今天就會推 叫你們 固定號 找一個20100牛 你可以分鎮的 如果38元 你預先買的 買半鎮 我自己就不會買半鎮 如果40元 你就再加那半鎮 就一定不會38元給你買的 如果你說Apple那邊現在當220元 當它宣佈說 不是說美國 可能是說其它店 可以說其它地方可以逐步開 大陸 大陸沒有封過 譬如現在你武漢 4月8日都有解封 然後你可以說其它地方舒緩了 它可以開的 不一定是說美國自己的店 是 我自己憧憬 譬如這些位置 如果配合這些消息 接下來上去 譬如43、4元 那些位置應該不難